荒野独居节目迎来一次全新的挑战 节目组从往期的比赛中挑选了六位高手 将他们投放到寒冷的拉布拉多岛 只要熬过50天 就能赢得50万美元的奖金 他们将面对北美最凶猛的顶级劣势者 但他们的技能和身体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这就是王者归来 第一位选手是凯莉 她曾在第七季坚持了89天 但长期处在酷冷的北极 导致她的脚趾动伤 最后被强制退赛 而这一次她是有备而来 但刚来岛上她就注意到第一个困难 她处在朝北的位置 而这里常年刮猛烈的东北风 所以她将面对阴冷的环境 凯莉想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结果在一条狩猎小道上 看到了熊的粪便 据说拉布拉多岛有一万多只黑熊 凯莉既害怕又很期待 如果能猎到一只黑熊 那冠军将手到起来 她走入树林里 想寻找一块可以睡觉的地方 第二位参赛者是马克 她的开局也很不利 周围的很多地方都是沼泽 她走在海滩上 想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马克曾参加过第七季的比赛 一共坚持了44天 前面她又是钓鱼又是吃肉 日子过得很开心 但从第35天开始她就抑郁了 而且她又感染了玄毛虫病 最后不得不退出比赛 那是她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回家以后她恢复了正常生活 并跟三岁的儿子打成一片 这次她要给儿子树立永不放弃的形象 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救赎之旅 马克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引起北极熊的注意 那是最残忍的熊 她还没有做好偶遇的准备 第三位参赛者是印第安娜人阿莫斯 她正在搭建简易帐篷 太阳快要落山了 她想尽快休息 她曾在第七季坚持了58天 她遇到过灰狼 钓到过大鱼 生活得非常精彩 但后面她找不到食物 日渐销售的情况下 无奈地退出了比赛 临走还把庇护所给烧了 留下了精彩的一幕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她要给孩子们创造美好的未来 所以她需要这笔奖金 夜晚 她看着美丽的月亮 发誓一定会坚持到底 另一边 马克听着此起彼伏的狼吼声 进入了睡眠 凯莉在小松鼠叽叽喳喳的叫声中醒来 这只松鼠一点也不怕声 幸好这是第二天 凯莉还不饿 所以松鼠才能逃过一劫 今天凯莉准备侦查这片土地 寻找淡水资源和一个避风的地方 她在海滩上漫步 结果意外捡到了一块木板 参赛者可以收集和利用 他们发现的任何东西 今天可能是凯莉的幸运日 她又捡到了一些绳子 这些都是被海浪冲到了岸上的东西 她继续探索 很快就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 这个位置非常适合搭建庇护所 她用绳子把一个木头 绑在两棵树之间作为横梁 然后披上帐篷布 做成了一个简易的住所 另一边 阿莫斯在岸边收集食物 她要吃一顿像样的海鲜大餐 短短的时间内 她就捡到了满满的一锅蛤蜊 阿莫斯计划了一下今天的工作 因为这里常年潮湿 随时都会有下雨的可能性 所以她得盖一个庇护所 饭后她准备先出去打猎 溜大了一圈 她听到了松鸡的叫声 于是弯弓搭建 冲着松鸡就射了过去 在一阵扑腾声中 松鸡带着剑飞走了 这一幕惊呆了阿莫斯 她急忙追了过去 路上她看到了羽毛 她却信松鸡中剑了 晚餐喝松鸡汤一定很棒 可惜除了几根羽毛 根本看不到松鸡的影子 无奈之下 她只能回去搭建庇护所 环境很容易击败人类 所以阿莫斯非常重视庇护所 她开始用木头搭建框架 花开两朵各表一只 凯莉坐在岸边 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海里好像有一只鸡 正在翻江倒海 拉布拉多是世界上最大的 坐头鸡种群的家园 欣赏完这一幕 她要出去走走 现在是退潮期间 海洋杂货铺又一次开门了 凯莉希望能收集一些海藻 或者一倍 突然她发现 前方有一群乌鸦在聚集 海滩上隐约有一个东西 等她走近了 发现这是一大块海豹皮 上面还留着一堆脂肪 这片海岸附近有虎精出没 它们以捕食海豹而闻名 这张海豹皮是被海浪冲上岸的 凯莉把它清洗干净 闻起来很新鲜 应该可以吃 凯莉开始割海豹的脂肪 将它们切成小块 放到旁边的桶里 凯莉的生存哲学是 要试着从富足的角度去思考 这片贫瘠的土地 在她眼里充满了机遇 她能找到很多需要的东西 比如这张海豹皮 凯莉的晚餐 等待了一段时间 营养又可口的海豹脂肪汤 就摆在了她面前 凯莉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满嘴都是脂肪的香味 她忍不住发出感慨 海豹脂比天然鱼油 含有更高浓度的脂肪酸 传统上她也被用作泄药 凯莉这次大饱口服 另一边 阿莫斯布置了一些圈套 希望能捕捉小猎物 很快天空下起了雨 她躲在帐篷下喝点热水 这里每天都下雨 等天晴了 能弄点吃的 也许是这份祈祷起了作用 后面的一个陷阱有了收获 一只血鞋兔躺在圈套里 看起来肉质饱满 这正是阿莫斯期待的美味 很快就煮了一锅肉汤 她拿起一个兔腿吃了起来 味道相当发适 特别是饿了几天 让人食指大动 她要狠狠地饱餐一顿 与此同时 马克在外面巡视 这里到处都是潮湿的环境 她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通过寻找 她总算发现了一个 相对干燥的地方 她想建一个三角形的小屋 为此她砍伐了很多树 这个过程会消耗很多体力 马克不断地鼓舞自己 同时她很思念家人 她知道这是一次 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儿子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离开 其实她自己也很迷茫 远离家人跑到荒郊野外 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有些负面情绪 但思来想去 她还是压下了心中的软弱 继续盖房子 不过心魔一旦产生 那就很难清除 越是努力克服 她就越是想家 终究是屈服了内心的声音 选择了退出比赛 虽然只待了五天时间 但她还是悟到了 很多人生道理 比起金钱 家人的陪伴更重要 她要回去陪儿子了